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 有请 我对杨华今年26岁 5岁时失去了两个亲人 6岁时又失去了一个亲人 7岁时最后一个亲人也离开了我 我一个人过了19年 在这19年里 我常常都会想起他们 为什么他的亲人一个一个离他而去 他5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7岁最后一位离他而去的亲人又是谁 他一个人的19年是怎样度过的 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请 小伙子 你好 一平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来 坐这 手里拿的什么 这是我和我妹妹 到最后一张照片 这时候你多大 那是我7岁 我妹妹5岁 然后就怎么就分手了 对 你今天来找谁啊 我有两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就是把妹妹找回来 第二个愿望就是找妹妹和妹妹一起 把妈妈和小妹妹找回来 就妈妈小妹妹妹妹都丢了 对 怎么丢的 那是在我5岁时 我们家是一个妹妹 当时家里很幸福 最后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 妈妈去接我 就看到妈妈的脑袋 缠了一圈白布 就跑过去问妈妈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 我妈妈没有哭到我 说孩子咱们回家 在半大我就想 是不是妈妈和爸爸又吵架了 他们以前经常吵架吗 对 还动手啊 没有看 动手 说到了家 看着爸爸坐到门外 他也不敢看我 但是觉得他们吵架了 就妈妈头上的伤是爸爸打的 当时就觉得是爸爸打的 最后我大妹妹看着妈妈收着衣服 就问妈妈 你这是要去什么地方 妈妈说 我过几天就回来了 当时我就在想 妈妈是不是跟往常一样 去老了家 待几天就回来了 他自己走的还是和谁 带着我和小妹 就走 然后就走在小巷子外边 他让我在那里等他 就说 杨华 你在那里等妈妈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接你了 我当时我就替妈妈 划在那儿等 你是和妹妹一块儿等 还是妹妹被妈妈带走了 我妹妹那边 小妹妹还不会走到 妈妈抱着她 对 我自己在那儿等 等了两三小时 他们都没回来 我以为妈妈出事了 我又怕走了以后 妈妈回来看不见我 所以我又等 等到天都快黑了 心里很害怕 叫妈妈 是不是不要我了 随后我就哭了 爸爸听着我 哭的声音找我去了 随后爸爸说 我回家吧 回到家我以为 妈妈还跟往常一样 然后待几天就会回来 可是妈妈没有回来 妈妈这一走就再没回来 是吗 没有 爸爸也是 他们他也不卖了 我从那一刻 我也没再上过学 那家里就剩下你和爸爸了 我爸爸 还有我 还有我大妹妹 我们三个人 记得爸爸饿了三天三夜 我和妹妹也饿了 然后都饿哭了 当时都跟爸爸说 说爸爸 我们饿 然后爸爸睡 然后爸爸也哭了 爸爸说 孩子们对我亲眼 但是他就拿那个葡萄酒 给我们吃葡萄 当时葡萄很 特别的苦 但是饿 也没办法 就把那半瓶 我们来吃完了 当时吃完就睡过去了 第二天醒来 当时就想起妈妈来了 给你妈妈 在的时候屋里 那么的干净 现在屋里 那么的脏 就哭着 向爸爸说 爸爸 咱们找妈妈去吧 当时爸爸 去点了头 去姥姥家 姥姥说 我妈妈没有回去过 你们就回到老家去了 对 在班道的时候 爸爸 给病了 爸爸也病了 最后我们就开始乞讨 乞讨 就去要钱嘛 就觉得要钱 爸爸 这病治好了 一起去找妈妈和妹妹 我想到最后 爸爸的病越来越严重 在最后就是 有几个好心人 就把我们送到了养老院 到了养老院不久 爸爸的病 就恶化了 那天我记得我在天边 被他小光打着那个猪草 用了原来的书 去叫我 说你爸爸不行了 当时我就把 冰黄酒扔了 我就跑回去了 真的我看到爸爸特殊 浑上来的发抖 就握着爸爸的手 战着没名 我爸爸告诉我 他说儿子 以后有人要去养你 你一定要听话 不许调皮 当时我跟我爸爸说 我说爸爸 我说你不是说过吗 我们要一起等妈妈回来 随后他 他看着我 他想跟我说 但他说不出话来了 过了一会儿 他就去世了 爸爸得了什么病啊 不知道什么病 那个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我七岁了 七岁了 妹妹 那时候妹妹五岁 爸爸去世以后 你和妹妹怎么过的 那时候我爸爸去世了 我都觉得 我的依靠 我的亲人都没了 我就得靠自己 努力去保护妹妹 过了一个多月 院长跟我说 说有家好心人 要领养你妹妹 当时我很生气 我觉得他要拆散我们 我就剩下我妹妹 一个七人了 我还要和我妹妹在这里 等我妈妈和我小妹回来 最后院长说 妹妹要跟着 他们的养父 没转眼的上学 当时我想了想 他说得很对 当时就求他 让他拍了这两张相片 你和妹妹最后一次分手 你再没有见到他 没有 在杨华五岁时 妈妈因为家暴 带着一岁多的小妹离家 至今二十一年音讯全无 六岁时 父亲重病去世 留下他和大妹相依为命 七岁时 唯一的大妹妹又被烧养 短短三年时间 杨华先后失去四位血 脉脉至亲 曾经幸福的家庭 变得四番五列 但也从那时起 小杨华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这个家重新拼起 你为什么后来没去找 随后去找了 那时 我来到河北 是院长把我送到河北 说河北有一家老师 要领养我 那刚来了 然后那老师 他们说又不领养了 当时我的养父在旁边 养父说 这大冬天呢 你让这小孩去哪儿 我最幸运的是 遇见我养父一家 当时我七岁时 本人踢来踢去 没人要 我养父还是受养了我 养父对你好吗 非常好 非常好 就刚才是 我就把这个相片拿过来了 每天我都会偷偷地看 然后我的养父看见我 看相片的 他说 你在看什么 我说 我想我妹妹了 我在看我妹妹 他说 你特别想你妹妹吗 我说 我特别特别想 他说明天咱们回四川找他去吧 随后我养父就带我去了 去四川找 对 他们给我地址 然后回去了 没找到 回去了找了很多地方 也去了养老院 养老院人都换了 都没找到 没有找到 他们家也不富裕 他们家有两个孩子 每天的工作 我都舍不得花钱 有一天我都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舍不得花钱 他说我挣钱 就是为了给你搬户户 给你盖房 养母对你怎么样 我记得 我刚才河北市 那是冬天 我穿得特别薄 就是连穿的秋衣 他说 这小孩怎么穿那么少 然后我就叫我现在大哥 就拿他的衣裳 然后给我穿 当时特别难 随后 他就连夜给我做了 眠一眠裤 到养母家没上学吗 到养母家 没有户口那种 随后我都13岁了 他们说能上了 当时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了 跟你 就是说从那小的开始上 当时就没有去 再没上学 我认识很多字 就是我没有上学 当然 我就知道没有文化 是不行的 我就从电视上 学了很多字 基本上的字 我都会 从电视上 对 你养父 现在还在吗 就在八年多前去世了 八年前去世了 那你养母呢 养母孩子 在我失去 我的养父 那时候 我才知道 我必须得现在 必须得找到我的妈妈 要不然 就没有机会了 妈妈一天比天 这样老 觉得妈妈岁数大了 对 这真的是一个 太可怜的孩子了 我们会觉得 一个大人 都无法去维护 一个家庭的 完整的时候 你要求一个孩子 怎么样的 去把一家人 连在一起 他七岁去做一个选择 把妹妹送出去 然后自己 在一再的选择当中 无法适应 但是他努力地 想把亲情维系起来 所以更多的时候 他提醒着 很多的人 那就是我们 面对家庭的时候 不是只想着 自己的一时的愤怒 而更关心的是 你对于一个家的责任 你看这样一个孩子 可能就是因为 一场家暴带来的 不可预知 这个孩子 很有可能 就是他一辈子 都缓不过劲来 如果不找到 他的母亲 不找到 他送出去的妹妹 不找到 那些跟他血脉相连的人 他会觉得 他的家是不完整的 他会觉得自己 是蛮孤单的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现在还好 在哪工作 现在是移民厨师 会做什么菜 会做我们店里的招牌菜 你们店的招牌菜是什么 冷烫芋头 就为了练那种菜 我不知道烫了多少次 杨华特别有酸鸡心 平时我们八点 结合去学习的时候 他七点就会准备好 还会打电话催我 怕我迟到了 平时学习的时候 他总是抱着小本子 一直在记 老师演示的时候 他总是挤在最前面 生怕赖呀什么 19年来 杨华在养父母 同事 朋友的关爱与支持下 自己从未放弃努力 为了寻找家人 不识字 跟着电视 一个字一个字 学习认字 还曾手超过厚厚的 新华字典 为了让家人自豪 他在饭店 花费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勤学苦练 最终成为招牌菜师傅 在杨华看来 他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是为了见到妈妈和妹妹 他盼望着 一家人早遇团圆 你估计今天能找到 妈妈和妹妹吗 我希望能找到 要找到 你对他们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妹妹 是否有我这么幸运 像我这样 的养父对我这么好 我不知道我的妈妈 是否现在 身体还健康 如果找不到呢 找不到我会继续 继续找 这孩子性格太内向 坐在那头始终 就没有敢抬起来的感觉 那么他今天其实他 他说了两个心愿吗 那如果我们真的 能够帮他找到 那等着我这个栏目 就功德无量了 那太厉害了 我估计全找着不太可能 但是应该能找到 或者妹妹或者妈妈 应该有奇迹 如果今天那个 他的妈妈和两个妹妹 都能找到 我觉得这孩子的头 一下就会抬起来 那我们一站到这儿 看看我们是现在怎么帮你寻找的 不信 杨华你好 杨华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 我们的荣美媒体平台上 接到了你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 我们联系了一位你老家 四川的志愿者 叫做快乐人生 他在当地帮你展开了搜寻 我通过杨华的求助信息 拿着你和你妹妹的照片 马上赶到了四川 滋养中火梁峰进老院 进行实地走访 当时照顾你父亲 和你们兄妹的员工 有的已经离职 有的已经退休 根据老院长的回忆 收养你妹妹的人 可能就在邻村 我们来到了这里 看看这里有没有你的妹妹 好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在这十九年里 我常常都会想起他们 我跟我爸说 我一直在听话 一直在好好生活 我一定会把妈妈和妹妹找回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为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想问妹妹 这么多年过得好吗 妹妹 去哪了 你回好吗 来 把妹妹领过来 请 这是当年在养老院 跟养花分离的杨英 哥哥有变化吗 有 都认不出来了吧 坐这来 认不出来 妹妹和小时候一样吗 看不出来了 看不出来了 太多年了 照片上是你吗 是 那我哥哥小的时候 本该找的 这个你还记得吧 照相的时候 最记得 你后来去的这个养父母家 他们对你好吗 好 好啊 他们家有孩子吗 没有 你现在还在他们家还是结婚了 现在结婚了吗 有孩子了吗 有 男孩女孩 男孩 这养花都当舅舅了 想不想到有一天哥哥会来找你 知道 我会感觉得到 以前我哥哥小的时候 离分开的时候 我就想找我哥哥 当我结婚的时候 跟那个 复刻的时候 前一走的时候 我都还保存我哥哥的复刻 到时候他们还我丢了 我说我哥哥有一天会回来 我要保存 这是我哥哥的复刻吧 哦 我一直都保存到来 以前小的时候 回去找哥哥的时候 就会经常想到哥哥 跑到山上 一个人跑到山上去 我忘了这个山 我忘了那个山 就问的 想我哥哥的哪个山 你知不知道 你还有个妈妈 还有个妹妹 知道 知道我有个妈妈 一个妹妹 杨华你记得妈妈的什么 任何的线索和信息吗 或者对妈妈小时候的印象 我小时候上大班的时候 我很淘气 那时 我淘过一个礼拜的雪 当时爸爸就罚我上外边跪着去 而妈妈就说还在小 你让他跪着去 让他们同学看着很丢脸 但妈妈怎么说 爸爸也是自己做了 但妈妈还是做完饭 还是叫我回去 但儿子说 儿子你腿很疼吧 当时 心里特别的 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 还记得给我过生日 妈妈给我做了 一大做个好饭 和我的妹妹 我们一块过生日 初冬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后来我们也是 通过正让者的大量的走法 我们希望今天能给 给兄妹俩一个 最圆满的绝集 真的啊 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哎呦 真受不了 喜悦太大了 今天就让你们把 所有的愿望都实现 来 走下你们的希望之门 小麻烦在你 小麻烦在你 上海的高色 小麻烦在你 你把他扶你 装好消息 你帮我 好消息 最后 启 迷上你 你 这个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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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去哪儿呢 妹妹 妈 不哭了 来 不哭了 杨华来 把妈妈请到这儿来 不哭了 妈 来 妈妈坐这儿 这是小妹妹 一家人真都挺像的 妈妈的样子还记得吗 记得 叫一声妈妈了吗 妈妈 当时不哭了 妈妈 好险了 来 起来孩子 妈妈不哭 妈妈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妈妈 你当时为什么带着女儿离开这个家再没回来 当时我做人贩子 帮个骗子 人贩子 妈妈对不起 你们准备两个 没事 我们长大了 没事 妈妈等于是 杨华你明白了吗 妈妈等于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那个小姑娘可以说说 你们被卖到一家 是不是人家了 现在被拐卖到我现在养父家 就养父和妈妈就等于成了一家了 但是想不想找儿女啊 我养父一直在陪着我妈妈一直走了 养父也陪着找 这个案例啊 我们可以看出拐卖犯罪的危害 自从她的母亲被人拐走 她这一家就妻敌至善 家破人亡了 因为她的父亲啊 后来很快患病就去世了 很多年一家人都不能团聚 所以对人贩子应该严惩不殆 我们要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这个拐卖犯罪 另外呢从这个案件里看 我们也应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因为妈妈之所以被拐 实际上是在遭受她父亲家暴之后 在回娘家的路上被拐走的 当然如果现在啊 这个有家庭暴力这种情况 是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的 公安机关会依法处置 杨华这样吧 刚才算是两次的门打开 圆了你两个梦想 我作为咱们那个圆梦基金支助你一万个钱 就是第一个要帮助您的 还有你这个妹妹我们也支助她一万块钱 还有你的母亲和你那个妹妹我们再也支助一万块钱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这家得到这三万块钱会很感激的 因为他们生活的都特别不容易 林老师还有一个事情 这个家团圆其中帮助她的一个志愿者 是咱们一个叫小倩的志愿者 这个小倩去年九月份 就是咱们台上的一个寻亲者 她来寻找弟弟 咱们把弟弟找到了之后 她作为宝贝回家圈子 是的 如今她又帮助这一个家庭得以团圆 小倩在吗 看到这一家团圆 你很感慨吧小倩 特别激动 感觉 真的就是 和我那天一样 就找到亲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 就像找到自己亲人一样 你也帮他们很大的忙 我们应该谢谢你啊小倩 我们热烈的掌声欢送这一家 走向他们的幸福之路 谢谢 望着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终于团聚了 我们内心的温暖您是能够体会到的 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再辛苦 但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很高兴 愿天下所有的人 都能够这样的团聚 这样的温暖 今天我特别开心 我有两个愿望都实现了 我的家终于回来了 我的家终于团聚了 我觉得我们家是最幸福的一家 杨华十九年的坚持 终于找回了缺失的爱 而志愿者小倩完成了爱的传递 在等着我的平台上 像小倩这样找到家人后 成为志愿者 又去帮助其他人实现团圆的势力 还有很多 这样爱心的接力 会让更多的人实现他们的团圆梦 祝福所有的好心人一生平安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CGTV 等着我 参与等着我画面团 欢迎登陆新华网公益频道 等着我专区 关注节目信息 观看节目的同时 您可以通过微信摇一摇功能参与主动 发布实验信息 提供实验信息 观众朋友 我们非常感谢公益合作伙伴 一站是家庭O2O服务平台 金色家园网 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再次表示感谢 好 我们看看下一位求助者是谁 我叫蔡小明 来自江西宜村 来这里找一个27年前 曾经对我有过很大很大恩情的一个姐姐 在小明一岁时 父亲去世 母亲带着她艰难生活 一位陌生姐姐的出现 让她死后的生活命运 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果没有她 可能我的人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平淡 27年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 又是怎样的一位姐姐 让她思念至今 有请 来 请坐 你手怎么了 紧张 紧张啊 捂着肚子就不紧张了 来握握手就不紧张了 来 坐 兄弟你多大了 37了 寻找什么人 找姐姐 姐姐 到现在27年了吧 就没见了 就没见了 一直没见 姐姐多大和你分手的 嗯 不是亲姐姐 一个 不是亲姐姐 对 一个有恩于自己的人 一个带我10岁的时候 一个帮助我很多很多 改变了我很多很多的一个姐姐 10岁你在上学 上小学 这个姐姐是你们学校的 对 她是高二的 高二 对 她怎么有恩于你啊 我是我自己亲生父亲 是在我一岁不到去世的 那全靠我在肌肤里面养了一个家 那时候在学校是很调皮的一个人 一个本子是崭新的拿出去 一个崭新的本子拿回来 早上老师发的作业本 基本上是没用过一张 所以就是挨打 原来就是自己不听话 也吵着别人不了上课 所以基本上有时候一节课 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教室门外这样的 在家也不是很听话 经常惹是生非挑剔导弹 然后有一天可能也知道闯了一个很大的祸了 在家可能估计今天晚上有一顿死打 对 往死地打 打你的这个神机服 嗯 对 然后当天吃了晚饭 就感觉苗头不对了 可能家里面也要动手吧 就拿着书包就跑出来 就离家出走了 然后一个人跑到教室 然后在教室里面一个人在那哭 因为他们的宿舍是在我教室的隔壁 那大概那时候九十十点钟吧 然后姐姐正好也下课 就听着哭了吧 可能就敲门了 刚开始没敢开 怕家里找不来 因为本身你犯错了 然后你再跑出来那一顿打 那就估计 得半死半活才打的 他就当时不敢开门 因为不知道是谁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了吧 他才敢开门 因为确定了可能不是家里人 然后把教室门打开了 走进来的就是我现在要找的这个人 叫易彩虹 站在旁边就一直在开导 一直在说一个人跑出来 家里人不知道吗 你犯了什么错 然后就把他源头跟他说了一下 然后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 然后把人家头给打破了 那一系列的事情 然后姐姐就说 现在你这样跑出来 你是不是觉得你又更不对了 然后跟我说了一大很大的道理 说了很多 然后说要不我帮你送回去吧 刚开始不肯 不肯了 然后他也说了很久 大概到了11点多钟 然后可能心里也能接受了 哎呀是啊 最少他把我带回去 起码今天晚上不爱打 明天什么事明天再说 就当天晚上就送我回去了 然后可能也太晚了 没走到家就睡着了 然后就他们把我背回来了 爹爹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知道 在他们宿舍上 我宿舍里面住了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母亲到学校来找了 姐姐跟妈妈沟通了 跟老师沟通了 家里也就没追究了这个事情 然后在以后的 不断地在学校里面 就非常非常的照顾我 包括吃啊住啊行啊这方面 因为我踏实走路上的 住在学校 然后有时候 经常会问 你现在今天下课 要不要到姐姐这吃饭 然后经常打饭 那时候家庭条件都不好 九零年 那时候都带那种 用了罐头瓶子装的那个菜 自己带到学校去 然后几个姐姐没人一罐 他到了吃饭的时候 就打一盆饭 那时候特能吃 吃一斤饭 就经常就是 碗里面给我夹 拼命地夹 有什么好吃的也先让我吃 反正事实都想着我 原来在家里 没感受过这样子 家里比较姐妹多 四姐妹 没感受过这种温暖 在继父家里 常常遭受不公待遇的小明 变得孤独叛逆 捷傲不逊 彩虹姐姐的帮助 让她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温暖 她开始努力改变 想做一个好孩子 其他人可以说隔三差五的 他就会去问老师 小明现在怎么样 学习怎么样 在课堂上怎么样 然后也经常找我 老师今天说你不听话了 上课又是开始自己不学习 还吵同学了 那你怎么又不学习了 难道我原来跟你说的话 你都不记得了 他说听他的话 胜过于听父母的话 他说的话基本上 跟现在说的还甚至一样 他说了我就能听 但是管不长时间 说一次就管个三天五天的吧 慢慢的慢慢的时间越来越长 也可能说一遍 能管一个星期了 再下次能管半个月 怕姐姐吗 怕姐姐表扬过你吗 有一次昨夜做了 而且自己也没想过 能拿个九十几分 这是我到现在 从来没有过的最高分 他又给我另外在食堂里打了一个菜 你看你今天得到老师表扬 对 老师表扬了你 姐姐也讲给你 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是靠河 靠山 旁边有小山有那个河 经常会领着我在河边走 在山上转一转 在那个大石头 然后转转教导你 对 从姐姐开始教我 没干过坏事 很多人会认为你以后 就是一个说句不好听的 你就是个坐牢的人 姐姐说的话 你还真是能听进去 对 寄今不忘 从来没有 你不跟人家一样 你一没父亲 第二没靠山 三没工作 母亲也是一个家庭妇女 没工作的 你要争取 你不为别人 你要为母亲 为你自己 为你死去的父亲 要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 那些对你没有好印象的人 做出一个好的样子来给他们看 当年他们看错了你 你想过没有 这个姐姐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没有 无亲无故 现在也找不到答案 现在也找不到 从我们相处 时间不长 四个月 四个月 姐姐怎么了 毕业了 没有我转学了 大概是十月底 那时候本人家庭条件就不好 就跟着外婆到县城去读书 起码那时候再想 离开这个家 就没有人打 起码外婆不会打我 当时很高兴 心高财烈地跟她说 我说姐姐 我明天就不到这里读书了 我说我要到县城去了 到时候就跟外婆一起生活 一起到那边去学习 我说以后 我会经常回来看你 但是姐姐没有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她说就点了一点头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去学校 拿那个转学图字书 拿到了 然后我再去找姐姐的时候 她没跟我说什么 就拿了一支笔跟一个本子 一句话都没有 我不知道她是生气了 还是怎么了 或者说你这么兴高采烈走了 是你不要姐姐了 也不是姐姐不要你了 是你不要姐姐了 你转学你也没跟姐姐说 你只是转完了 你到时候你已经决定了转了 然后你跟姐姐说 姐姐我要走了 就这么的 姐姐一句话都没有说 连句鼓励的话也没有说 她那边要好好听话 要听奶奶话 要听外婆话 要好好学习 一句话都没有 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姐姐的样子 你到现在还记得吗 记得 什么样子 短头发 一个很白很高 二十六 二十七年的样子 一直从我离开 最后一直见到 到今天 没变得样子 你上县里上学之后 回来看过她吗 放了暑假回来 然后去学校找 她也放暑假了 回家了 第二年的暑假回来找 人家就告诉我 她已经毕业了 到外面去读大学去了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 要找到这个姐姐 我读了初一就没读书 家里不想吃闲饭的 自己就学着修自行车 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 跟那个油渍会过敏 修了两个月吧 然后就去学了厨师 厨师学了三年 就去了深圳打工 就在超市 收那种购乱 当时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公司 是520 当时买了一张 深圳到九江的票 最便宜的 坐一时七个小时 那时候也不觉得累 不觉得太酷 所以当时去找姐姐 第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经验 没有太多的那个消息 当时以为她还在读书了 就跑到去 跑到那个地方去找 她说她早就毕业了 后面分工作了 第一次找就 找错路了 从那个学校 我就返回了到深圳 这短短的四个月里面 给了我 人生中很大很大的一个定位 一个帮助 如果没有她 可能我的人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这么平淡 或者 这么一帆丰盛 找姐姐的目的是什么 想知道她还好不好 好人就应该平安 那就应该好是吧 你预计今天能找到她吗 我希望找到她 我二十七年没见她 见了她还能认出她 希望我能弄出她了 她在我心目中就没变过 二十七年 你从来没变过 春菲 一个人生命中 一个高中女孩改变了她 事实上我们在很多的摇滚歌曲当中 你会发现 特别多不羁的灵魂 一旦唱歌都会说 姐姐带我回家 孩子会说 姐姐我今晚会想你 这个时候你其实会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长者 或者是同龄人能给自己帮助 而是那些大概知道你可能缺什么的人 在给自己一个帮助 她最大的一个伤心就是在于 十岁她是欢喜着告别 但是到最后她可能意识到 那份欢喜是多么的不应该 是因为她觉得在不懂离别的时候 她轻易的离别了 但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她可能后面的日子 因为没有碰到跟姐姐一样的人 所以她越发觉得曾经的拥有是一种失落 所以她其实是给自己的感情 在找原因 所以我倒觉得 不管姐姐能不能够找到 你自己要学会给自己疗伤 毕竟你已经三十七了 你要学会自己的一个成长 因为人生当中有些路真的得自己去面对 我相信你姐姐希望看到你的是一个特别坚强的 向上的你 这个姐姐说的对吗 我觉得我更尊敬你的这一副感情 因为你在寻找童年 寻找温暖 寻找真情 因为你的成长 你走到今天 是靠着一份温暖支撑着你的 相信你今后的生活道路 也会寻找出温暖来支撑你未来的生活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位成功者 在情感方面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是这样你在我们的媒体平台上 自己的寻找数呢 我已经收到了 而且我们的寻找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 喂 我们刚到江西 这儿离到咱们大有多远呀 我们距离一封黄岗山土地小学大概还有两个小时吧 一彩虹这个人您听说过吗 经过我们的调查了解呢是这样的 当年一彩虹所在的这所学校已经和其他学校合并 而且搬迁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当地来寻找 有没有当年曾在这所学校救读的同学 或者是教过书的老师 我们对他们展开了做过调查 好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好 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 请 好 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 请 在去找姐姐的时候她没跟我说什么 就拿了一支笔跟一个本子 一支话道不 这是七年来最想感谢的一员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为园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我二十七年没见头 我就想问他 你为什么不找我 你为什么不找我 你哪里啊 你为什么不找我 你怎么不找我 你们高兴 是吗 高兴 你好吗 好 真的好吗 想不想好吗 好 来 苏东 请他们过来了 其实我想先说一句大姐 今天这个相聚呢 特别的美好 刚才姐姐在后面看着我 彩虹姐姐好 坐坐坐 大家好 一直在笑着流泪 虽然很感动 但是特别高兴 姐姐说句心里话 这些年 你还记得他吗 这弟弟 一直在我心里 在你心里 我的手机里 永远都有一条备望 就是母校小明 不管换多少手机 都在里面 一直在 你找过他吗 我尝试去找他 但是原来的痕迹都没有了 因为跟他相处的时间很短 还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 一直记得 他那时候很瘦很黑 老是拖着鼻涕 头发脏脏的 偶尔会带他到宿舍给他洗头 用那个被子打水 那个泡泡脏水就要脸上流下来 流到背上 他也会娃娃叫的 但是我们挺开心的 他为了分别的事情 我刚看到了 他说你一句话都没说 为什么 就是他跟你说他要转学了 其实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我觉得他的离开 好像他不需要我了 所以有一个小小的 误会 真的 这么多年其实我挺担心 小明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下 他是不是能活着 他是不是健康 是不是像他刚刚说的 他学坏了 物如歧途了 这种担心更多一点 我觉得小明他能够 顶过这些生活的艰辛 鼓励自己坚强地走下来 我觉得他特别不容易 我很能理解 他一定是吃了特别多的苦 经受了很多的挫折 才能够今天来很自豪地 想跟姐姐或者想跟很多人说 我可以了 我很争气了 我没有成为一个坏孩子 一个坏人 您告诉我们当时 你也就是一个高中生 你为什么去帮助小明 一个落后生 其实他是不是落后生不重要 我其实他本心是一个好孩子 他欠缺关怀 是一个孤独的孩子 在很多小孩看来 跟家人吃饭 跟同学和平地相处 有正常的爸爸妈妈的疼爱 对他来说都是奢望 当时我不大能理解 处在他这个处境是什么感受 其他的做不到 但是可以陪伴他 给他鼓励 我这么多年 有时候觉得 我把小明月弄丢了 很愧疚 你真的把我弄丢 小明 气不成声了 你告诉我 姐姐还是你十岁的时候见的那个样子吗 是啊 没变 没变 头发长了一点点了 头发长一点了 其他都没变 是吧 这算了全你的心愿了吗 找到姐姐干嘛 就看一眼就行了 不 把这27年来都补回来 把这一辈子 不断了 所以能力不能断 春卫 我坐在这看着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情感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我们现在人世间这样的感情 只有两个有正能量的人 两个善良的人才会有 多美好啊 这个姐姐走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就相信 他配得上这样的一份寻找 他配得上这样的一份尊重 当你看见阳光 你就能够找到阳光 当你看到一个孩子美好的本质 你去帮他的时候 我们说正人玫瑰手有余香 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你帮他一把 他可能就往好的方面走 所以这27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人与人之间带着本质的善意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在宁波 有孩子了吧 有儿子19岁了 都19岁了 妮大姐 其实今天小明她的亲姐姐也来了 而且她还把儿子带来 来 我们请小明姐姐上来 好多啊 踩过去啊 好 太感恩你了 生命中的贵乐 爸爸儿子跟姐姐坐下说 叫姑姑 叫姑姑妹 叫大姑 叫大姑 大姑抱抱 大姑抱 姐姐看到这个场景怎么想 我为我弟弟高兴真的 在小明一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因为白睡病去世了 家庭生活也缺少 父爱 然后我当时我又在宣称读书 弟弟在乡下 跟着母亲 跟着继父 但是 不幸中的万幸 她遇到了她生命中这个 真的是贵人 对于我们前家来说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弟弟是很坚强很正义的一个人 她现在也就是说也自恩感恩报恩 在社会当中她也是非常的有真能量的人 这一切的一切我想 应该是要感恩我们这个彩虹姐姐 在她就是那么小的时候 就像也起名登一似的吧 照亮了她的前程 我觉得是 这些一家好人啊 都是好人 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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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年前 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二十七年后 他们却胜似千人 心怀善良 懂得感恩 带着雨后彩虹的灿烂与光明 让我们祝福两家人 和美 幸福 找了二十七年 等了二十七年 盼了二十七年 今天终于见到了 很感恩 也非常感谢等着我来梦 帮我演了一个二十七年的梦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CPPV等着我 参与等着我 话题讨论 欢迎登陆手机百度 搜索等着我 相关信息 观看节目的同时 您可以通过微信摇一摇功能 参与互动 天各一方 孩子一开始是我带他到广州南沙那边往 我叫他在家里等我一下 他开始不听话就自己从家里跑出来 他默默付出十年 才换来孩子的第一句爸爸 我心里算很高兴 心里想他大了以后 都是个简单的生活 他都能够助理的 就不用其他人帮他了 一个渐渐老去的父亲 和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有请 陈老师 你好 这位弟弟请坐 你带着什么呢 我带着那个是可乐 那个是饼干的 可乐和饼干 来请坐 好的 你找谁 我找我的孩子叫做王月松 找你儿子 是 儿子什么时候丢的 2012年 哦 孩子那时候多大 孩子那个时候是十四岁 他们不上学吗 十四岁 那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 他有那个上天的唐组合症 哦 唐组合症的那种孩子 是啊 哦 你带着身边怎么就丢了呢 就是六月二十二月那天 刚刚吃完那个早餐 我叫他 坐在那个房子里等我一下 我到医生 他一边就来带他到外边往下 但是他不听话 他自己偷偷开门走出来了 就走丢了 啊 就走丢了 他那个智障到什么程度 知道自己叫什么 家在哪儿这都知道吗 都不知道你 都不知道你 那个孩子早十个的时候 我是很早起的 因为孩子和别人不相同 别的孩子 你是两三个月都可以把那个抬抬起来了 哦 他还不会抬 啊 他到十五个月的时候 啊 那个抬起来是十一次 啊 都抬不起抬 照顾这样的孩子困难吗 他因为他的那个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一开始好像是那个走路啊 冲凉啊 擦牙啊 到小边啊 都不知道 都和别的孩子擦很眼很眼 人家的孩子走路 你是一岁左右都会走路了吧 他到十五岁才会走路 所以这没有走路前的 他那个小边啊 大边啊 他到时候 都留在那个窟里 衣服里嘛 所以我满意 他每天都要洗尿 很更难的 到了五岁的时候 看到他慢慢会长起来了嘛 我们都扶着他的手 我们光光着腰 一步一步用手拉他慢慢走路的 经过差不多半年 拉着走路 扶着他走路 他到五岁以后呢 就也慢慢会走路的 别的孩子呢 擦牙好像是两三岁都可以擦了吧 我们孩子都五岁的时候 他就不会擦牙的 一开始我们那个牙膏 牙擦给他擦牙 他就是放在那个口中 一下子就拿出来了 那我们要拉着他的手 从左叉 从腰叉 从上 从下 都走过 慢慢拉着手 三四个月 他才会慢慢的写着擦牙 会叫爸爸吗 会叫 洗水那个时候都会叫的 去绑上那个生活呢 他到了八岁以后 都自己会助理的 我心里是很高兴的 心里想他打了以后呢 都是个简单的生活啊 他都能够助理的 就不用其他人帮他了 那他丢了以后 你去那些孤儿院呢 包括一些收容所啊 救护站都找过吗 我一直都是天天找他 开始考虑到如果 他是放到好远的 那个好远 会把他送到救助站去吧 如果是放到坏远的 人家会把他带走去干那些坏述的 那你现在找孩子就没法工作了吧 没法打工了 一开始那个八年 我就不打工 那个到二年一三年 你因为不打工都没有入肺嘛 找人要入肺又合去嘛 所以你也一边打工一边找孩子的 大哥有没有人劝你算了吧 孩子已经丢了 孩子丢了 有一些人是这样说 我是这样考虑的 那个孩子你 到今年你已经十八岁了吧 因为这种孩子你 他没有那个生活能力 他在外面你 是没有那个三重能力的 所以你我要 一定做能找 都把他找回来 我要活一天 我都养他一天了 活着一天就养一天 真是个好父亲 这个孩子上来 那个命是苦的 考虑到他以后 大了以后 他就是我们老了 或者是不宅了 他比那个小的时候 是更苦的 所以小的时候 我要给多一点爱给他 那这样 这个我才能 就是高得了心 那个这个王叶松爸爸吧 他找孩子 最后都找到哪儿 上吉林 上我们通话 去网站去了 那天 其实正好我也在通话 我们当时就是 也是感觉挺心酸的 他进去了之后呢 背了一箱芋头 还背了个大波罗蜜 给我们送的 完了就是说 完了说话的时候 那眼泪一直在眼圈 转转的 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硬板车 后来我们当时也说 也感觉他对孩子这种爱 和找孩子这种迫切 后来走的时候 我要给他拿了一千块钱 我说你买票回去 我说你呢 这个孩子你放心 我说我们也会加倍努力 帮你找 好 孩子到十一来岁以后呢 他就慢慢地有动一点 好像是简单地喝 都可以干 我家就是靠间有一个潮池嘛 那个潮池里边有一种 没发的潮 人家没了 把那个空潮 放在那个潮池那个 经口那个地方里 他在那个潮池上往里 看到人家的空潮 都推集中的那个潮池 他可以简单地干一点喝点 另一个你在我们农村啊 每一年那个正业史书 都搞那个闹员销啊 他都可以参加 村里每一个参加的人都给十块钱嘛 他拿到十块钱 你也能够拿回家里嘛 你一个家里又远 有客人亲戚过来呢 他也会拿一点水的客人去啊 拿个当作的客人去啊 所以他到十岁以后呢 你简单地喝都可以干的 那个确定喝呢 看到他会干一点喝呢 我们心里都比较开心的 估计他以后呢 你也能干一点 那个体力简单地喝呢 那所以以后呢 我们都要些东西呢 就不是太太着急嘛 如果今天我们找到孩子 你跟他说什么 今天找到孩子 我第一个就和他说 要听爸爸的话 不能随便找 要记住以后做工作错 一定要和爸爸一起才能做 不能一个人走出去做错 找到孩子以后 他每一点饼干啊 每一点水给他喝了 接到你的确度之后啊 我们立即就帮你去寻找了 也跑了很多地方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好 谢谢大家 王俊修大哥您好 我是等着我巡神团的初宗 您在我们等着我 用媒体平台上的报名求助信息 我们收到了 我们也是立刻帮您展开了巡场 根据您提供的儿子的具体情况呢 我们是在全国的民政系统的救护站 为您展开了派场 在我们广州市派遇区救助管理站 符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一共有16人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我们逐一进行对比 好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好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请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 请 请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 请 感谢金仲aro 开想 要尽槱把儿子拭点 要尽 tombwow的话 分线去应变 要尽ку闭的时候大门ashire 不能去羹藏 这种孩子现在离开了家庭 是苦中干苦的 这位父亲你准备好了 好 微圆寻找微爱坚守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这个我要想这个孩子 我活着一天我就养他一天 好伤心 咱们的女人 牵着爸爸 牵着爸爸 来 来 光达哥 来 你拉着儿子拉着好你找到的 能认得 能认得 来 林团长 给您介绍一下 这一位是我们广州市公安局的全警官 在我们民政系统找到了 疑似您的孩子之后 我们是第一时间为他进行了采写和比对 通过比对核实 黄叶松就是你的小孩 这个是DNA的核实结果 恭喜你 谢谢你 来 我们过去坐下说 来 来 来 过去说 孩子 不怕 来 坐这 你好 来摸我手吧 摸我手 你真好 坐吧 坐这 坐爸爸旁边 哪是爸爸 你告诉我 爸爸是哪一个 爸爸是哪一个 爸爸在哪儿 爸爸的吧 上啊 来 来 来 数年不见都 来 坐下 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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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长长 陪着坐下 来 坐那边 还是认识所长 暂时的不认识 爸爸的吧 我认得大爱上啊 第一走的时候长高了吗 比疫情刚好高了 高多了 刚好多了 王大哥 其实今天彭站长还带来了一些 这几年中孩子生活在救助站的照片 您可以来看一看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 对 彭站长可可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叶松生活的一个活动区 室内的活动区 这是室外的一个活动场所 还挺有气的 这是吃饭的地方 饭堂 我们民政部门救助管理系统 每年要救助大量的这样走势的孩子 老人 以及一些有残障的这些成年人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通过民政搭建一个寻亲的平台 让我们这些寻亲的家庭和我们民政系统的机构 能够对接起来 因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 民政部今年在16年1月1号 开通了全国民政救助寻亲网 这个寻亲网已经录录了1.3万的 类似于我们今天这样孩子的信息 所以我们也期待正在寻亲的家庭 可以关注这个网站 也许您寻寻觅觅的人就在这里 谢谢 好 那我们最后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这所有帮助长孩子的人们 来 一块一块一块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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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没事 没关系 孩子可能在那儿紧张 来 走 走 走 来 走 自始至终孩子都紧紧地抱着彭站长 面对这个苦苦寻找他四年的父亲 没有丝毫的亲近 甚至有些害怕 但是在王俊修不断地努力下 孩子最终接受了这个陌生的爸爸 回到了那个温暖的家 愿他在这份浓浓的父爱中健康成长 观看节目的同时 您可以通过微信摇一摇功能参与互动 发布全面信息 提供新营秀 欢迎您收看由金石元酒店 加冠名的大喜好迷郎 等着我 好 我们看看下一位求助者是谁 我叫陈永泰 今年七十岁 我这次来寻找父亲战役的家书 七十岁的他记忆里没见过父亲 一封家书 一张照片 是他对父亲的印象 六十六年的不懈追寻 找到的不仅是父亲 还有一段显为人知的历史 有请 宝先生您好啊 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 李老师好 您请坐 您找什么人啊 我找我父亲战友的亲属 战友的亲属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我父亲牺牲了 牺牲了 如果活着的话 活着的相差是九十四五了 为什么事要找他们 1947年 才我不到八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去当兵了 我的印象里面没有一点父亲的印象 没有留下一点印象 你们弟兄几个 我是老亲 那前面的六个孩子 我三个姐姐 三个哥哥 都是你爸爸 腰折了 他就腰折了 那爸爸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 就是我父亲走了 该家里面没有来信 一直到1949年的十月份 他给家里边来了一封信 这一封信写的地址是 新疆省 于谦县 中国人民解放军 骑兵第八师 第一团 第一年到1950年的八月份 我父亲来了最后一份信 以后他就通信中断了 中断以后 我的爷爷也前方摆记着 打清儿子的消息 爷爷去世以后 家里边就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 曾一起加拿地生活着 父亲虽然再无音讯 但是对他的影响 却在生活里无处不在 我34岁的时候 我看见别人的孩子 父亲带着他们独裁玩耍 但是我没爸爸 我就问我的母亲 我说别等孩子于爸爸 为什么忘了于爸爸 母亲跟我说 你的爸爸当兵去了 你等着他会回来的 但是一直等了 到1956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地方十家里有汗 以前打的粮食下了一份汗 不够全家人吃 但是每当小妹生活以后 我的母亲 把那个粮食 他就要送的粮食 交公粮 我说妈妈 我们都没有吃的 我们都爱着徒子 你为什么把咱们的粮食 要交公粮 母亲说 那是交给你爸爸打仗吃的 这是我的母亲 她是小小小女人 母亲不是四 没有文化 母亲的想法就是让我上去家学十几个字 然后去寻找我的爸爸 为了解决我的学费问题 她跑到那个九米高的杨树上 去砍那个数字 然后把数字砍成财 拿到街道上去花钱 到了1962年的时候 我看见我母亲 背着我在一个房子里边 看我父亲的信 因为她不是四 所以她看信 实际上她是扶过那个信 能记得被父亲的那个思念 当她发现我看着的时候 她把那个信她就收起来了 但是当时我已经十五岁了 上厨株了 在我的脑子里边 我就下了决心 我说我一定要想办法 把我的爸爸要找回来 所以我就想起了 向国防部写信 写信的时候 没有兴致啊 没有钱 没有鱼票 所以我把我家的一个柜子上 一个铜拿手 铜环 我把那个铜环就偷偷地拆下来 拿到了街道上 买给了供销社 我就得买了一毛钱 国防部这个信机出以后啊 我每一集我要去游局里边 看有没有我父亲的信 终于我在块台上看到了一份 写着陈永泰收的一份信 我说我终于得到了 我父亲的消息看来 但是那个心我不敢猜啊 如果我把心打开了 说我的父亲失神了 那我的心的难受 我也给我母亲也不好交代 所以我把那个心放在我的斗里边 我就走到一个比较疲惫的地方 把那个心打开 一看 父亲在精准失账的过程中牺牲了 一百三十六名刮兵 一百三十六名刮兵 一百三十七岁的 其中就有我的父亲 这个心我拿到家里边以后 我非常纠结 我既想让我母亲 等了十多点的这个信息 让她很快就知道 但是我又怕 我的母亲精神上感情上接受不了 当时我的母亲争才花病 生气不太好 所以我就把那个心 藏在我上学的修科本里边 家财里边 等到两个多月以后 我母亲生气好了一点 我就找了一个乡村医生 陪着我拉着强劲的药品 我说母亲亲家 我一家事要给她讲 我说我宝宝来信了 母亲当然很惊喜 我说你请我给她点 我点的过程中 我去看我母亲的亚色 看她的表情 我以为我母亲会一边哭一边亲 但是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事 我母亲亲得是非常的认真 而且表情非常的压肃 非常的平静 心她清完了以后 我母亲问我 说你父亲是好人 啥是坏人 我说是好人 是革命烈士 我母亲亲了以后 说好人就好 好人就好 过了一段时间 我母亲亲自操办了 几点的父亲的火盾 在这个意识上 母亲亲人写了一篇 很长的记文 在记文里边 写了她把我抓养大的情况 写了她思念亲人的情况 当把那个记文涂完的时候 我的母亲哭了 而且哭着很伤心 我也理解我的母亲 用这个意识 寄托了她的爱死 同时给我父亲 做了一个圆满的交代 她的心解脱了 到1980年 她就去世了 妈妈在世的时候留没留下什么医院 有一个老乡 在阿里当边 是想起来的那历史的音乐里边 有一块墓碑 妈妈在去世的时候 跟我说 你如果有机会 到你爸爸的分布上 去挤点一下 这才以为我来说 这是很重的一个交代 老先生 你什么时候想到要去祭拜你的父亲 在最早的时候 就1963年 直到父亲牺牲的情况以后 我就在地图上找阿里 那个七八十两代 甚至九十两代的地图上 找不到的 1990年 我去乌鲁木齐出车 我想到阿里去祭奠 新疆军事的统治给我想 说那里已经下雪了 大雪分山 我的这个愿望 就没有实现 面对阿里的方向 我跟我爸爸说了几句话 一日大雪分山 儿子这次来不了 我就把那个纸牆去货了 我回到招待说以后 有心加到了一位 当时新疆军区的老书长 他知道我是 瞎强烈尸的儿子之后 他就给我讲 这瞎强烈的故事 1950年 为进驻西藏阿里地区 陈永泰的父亲陈忠义 和135名 共7个民族的战友 从新疆榆田出发 横跨昆仑山 岗底斯山 跋涉千里 进驻阿里 下车里 他们从没有向导 没有道路 没有地图的情况下 突破两千多公里 在高原缺氧 风雪严寒的恶劣环境下 先前连的136名官兵 以钢铁意志 克服险阻 为保卫国家领土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1年 被军区授予 进藏英雄连称号 每个官兵分别容计一等功 这个下车里 进藏以后 有大雪封山 物质供应困难 下车里下入了极度的困难之中 新疆军区组织了 四万多头毛驴和骆驼 前普呼吸 历史100多千 在1951年 的重劫前 用四万多头毛驴 和十七桥 请假的生命 作为代价 这个下车里 最近只有1.5公斤石牙 和七个新疆的狼 那死菜路上的 四万多头毛驴和骆驼的死锅 在驰骆驼飞机上 能看到一条 断断续续的白色的路 深进了恐龙沙的深处 2010年的时候 我在部队的帮助下 两家一夜 就往我送的那个阿德 终于去了 你找到父亲的那个墓地了 那个两下一夜 我到了以后 首长跟我说 就静下休息一下 明确再去基地 但是我心里边 我很急啊 几十点的等待 因为我的父亲的墓墓 只有一步子要 我恨不得一下子 我就一步躺到 那个列斯林园里边 首长同意了我的要求 他排着我 到列斯林园去 击败我的父亲 当我进入那个列斯林园的时候 我就想着 我说 我终于来了 来到了这个海拔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列斯林园 然后我就到我父亲的林园前 我把我母亲的仪像 我就放在了父亲的墓碑座上 我还用了一篇质问 向父亲学徒了母亲 抓紧抓紧我的家心 讲了我家里边的情况 请他放心 当时我扎着那个不白钱 我感觉因为我存在没享受过父爱 我这下子感觉到 好像父亲 帮我包住他的怀念 我才哭 他才哭 老先生 什么时候打算给父亲的战友找家的 这个是2009年的那种活动上 有一位员账的老干部 他带着我的父亲 是下前来的列士以后 所以他跟我说 你找你父亲那样不容易 说可能他们的亲人都不知道 牺牲的情况 这句话 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关注 我就想下前来牺牲人员 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的原因 我想搞清楚 于是我就去找到了 下前来的指导员 指导员跟我讲 那个华明册 后续部队进来以后 写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牺牲人员的名册 派了三名 扎士 拖在一头骆驼背上 给新疆要包顺 在包顺的路途庄 血甩消了 把骆驼杀空揣走了 这也是揣走的 不但有下前来的 牺牲人员的名单 还有尊子怀 静静西藏的日记 1972年 曾参加过先前连 并健在的七位老战士 以回忆的形式 整理出了一份 烈士名单 但由于年代久远 并不准确 这也给寻找烈士家属的工作 带来了难度 我赶照名册上的一些地址 我去寻找 我不愿意 让其他烈士情书 和我们一样 受更多的高加 七年间 年进古稀的陈永泰 如同大海捞针一样 寻访先前连烈士家属 先后跨越国内六省 二十二个县市 目的只有一个 让家属们知道 这些烈士的归宿 经过部队和地方政府 一些好行人的帮助 我现在寻找到了 十六位烈士的情书 加上登记的七位烈士 一共有二十三位 还有整四十位烈士的情人 还不知道牺牲的情况 所以我这次来 我想就是寻找下的情书 让烈士们的引领 早日宏败不利 好 先生你说得非常对 我们一定帮你这个忙 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就是这位老爷爷 他其实讲的是什么 他用了更长的时间 帮着这个家 把他父亲的记忆 一点一点的弥合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他在补足的 是阿里的先前部队的 一段历史 但更重要的 他是要给六十三个 牺牲的家庭 以一份历史的记忆 当他最后 真正的站在父亲 墓地前的时候 我想他那一刻 实际上才把这个家 写完整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国情怀 由一个普通人来完成 为了感谢您 做了这么一件 看起来非常平凡 但是实际上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 我代表中国爱国佣军促军会 关爱老兵 赞助您五万块钱 好不好 感谢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 马上开始了全面的寻找 我们看一看 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陈永泰叔叔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您在我们容媒体平台上 登记的寻人求助 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相关的线索 我们的寻人团 也是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我们已经与地方民政 还有地方媒体 取得了联系 我们还利用我们栏目的 容媒体平台 为您发布了相关的寻人信息 不久 我们就收到了一些热心的反馈 喂 您好 中央电台走着我栏目组 就是救护女人 那个正常人不得的战士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请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 不见向父亲的那个情况 我连你才摸 我才记得我父亲的时候 给每一位列士的 鲁北墙 垫了场 垫了群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啊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四十人的亲手没有走到 让列士们的英灵 早日红白不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先生 请坐呀 这个虽然你们之间都相互不认识 来 坐 请坐 但是是不是一见如故啊 对 我 我心想了六点时间 哦 注意你们帮我找到了之外 我们会陆陆续续帮你找到的 谢谢 你们找到之外就加上我之外 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了我们要找到那个大白 确实也牺牲了 我也非常感谢这个李叔叔和寻找他们的人 那个苏东这个往下我们的任务 其实还真的很艰巨 我们会一点点去寻找 对 我们不放弃加油 老先生 感谢 带着他们下去慢慢聊 我们会继续为您寻找 好好 谢谢 放心 谢谢 感谢 感谢 多年的坚持 在今天又天上了团圆的一笔 能加到你们 心里面非常高兴 我要给你告诉你们的亲人 在坟墓 我到阿里去 加到了 与之外可以到阿里去 我阿城里面 一身的愿望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派河 把没有找到的烈士的亲属 再能够找到他们 给他们的烈士一个交代 这是家属的期盼 更是烈士们的遗愿 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剩余的三十九位烈士 也能找到家人魂归故里 或是你 我去 powiedzieć 我是你 又是你 来往哪里 是我们的 我 我 这一切 我 你 我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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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